由立法委员刘兆豪所举办的 2022年第八届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3月30号进行颁奖 有八组得奖者 平均年龄21岁 刘委员很高兴 看见台东青年勇敢追梦 一开始我们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作为我对台东对我的爱跟支持的一个回馈 这是我一个回应的方法 坦白讲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也没有确定说 第一个他能办多久 第二个他会长什么样子 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受到很多无论是在参与的人 或者是他们不一定来参与 但是关心这个活动人给我很多的鼓励 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 那个说要不要继续办的这个选项 我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把这个平台这个活动 办的一年比一年好 那个好是建立在 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台东这块土地 实现他的梦想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他也愿意把他在这里所得到的热情跟协助 还有彼此的关心 他成为一个传递者 然后传递下去 那台东这块土地 他就会标志着 是可以让人实现梦想的好地方 我们非常的觉得非常的鼓舞的一件事情 就是参与的人的年纪有年轻化 然后第二个有很多的高中生来参加 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会比这件事情更振奋人心 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世代愿意发挥他的想象力 而且不只是想他愿意把它实现出来 三十几岁才返乡 从事设计工作的吕齐恩表示 获得这项资助 促使他将心中的梦想提早实践 你知道有时候会 一直有个梦想放在心里面 一直没有办法去实践 那就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觉得就像委员刚刚讲的 就是那为什么不是未来 为什么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那我们就好好现在开始 就是小小的卤肉饭也可以做得很精彩 自2015年举办至今已经发出总奖金220万 协助超过50组台东青年完成梦想 刘委员这项计划 八年来既资助也陪伴着青年朝着梦想前进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